全球网综合报道,民进大当局次上任后力推前进自造,但屡屡被报负面消息,尤其是伤员问题,也发导内舆论广发关注。 19日,台海军终于首度证实,潜舰制造灾后法范围内运用为正式管道寻求伤员,台海军信以荷兰致舰隆机潜舰,图片来源,台湾联合报。 据台湾联合报10月19日报道,台海军推动的潜舰制造案,从上月底起接连有负面报道,台海军于今天中午打破沉没,首度证实, 潜舰制造灾后法范围内运用为正式管道寻求伤员。 几日前,刚有台媒爆料潜舰制造,暗中,其6亿元新台币约和人民币1.35亿元的技术顾问和约被依赐仅有7个人的直播罗陀一家小公司Gathering Limited公司GL中标。 幕后关键牵线人物是通过打台球以求会有暗中布局的神秘军货商,对此,有国民党立委痛批前舰制造事案相操作,空城下一个幸福案。 对于这家仅有7人的GL公司,从台海军萧下舰长退伍的作家黄真辉日前爆料称,台海军司令黄曙光曾找到前海军中校郭喜,但见海军司令部顾问,并由国际台海军寻找海外商人,GL公司因此成立。 郭喜还在台湾成立新核花公司,代理GL在台业务,对此,黄真辉质疑,以目前这种拼装模式,前造自建计望恐怕会成为核四,2.0,虽然造得出来,潜得下去,但是相关性能,难以符合海军所需。 对于黄真辉的质疑,台海军却在新闻稿中辩称,前进自造十一年来巡正式管道军未能如月筹获,因此思考在合法的办为内运用非正式的管道寻求商员。 为此,台海军还补充称,进来了有人疑似军火代理商,在媒体评论或撰写的公开讯息,与现况事实不符,并试图曝光破坏全案,动机可异, 但岛内网友对台海军此番解释并不买账,痛批金钱黑洞,还用网友对台海军的意思进行了翻译,意思是合法骗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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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